蔡培会对媒体发挥这么凶的经费 我们三立电视台 民事电视台 每天都在报道她的新闻 都用民寸电视台 三立电视台攻击本人 我想这个钱从哪里来 我想请蔡培会你讲清楚说明白 我想民进党一再某些我们买房子的问题 如果他有任何疑问 任何违法的问题 他去请检调单位来调查好不好 不要再一直抹黑 我现在准备要提告沈世贞 一再的抹黑不死的报道意图使人不当选 我要提告 我明天就提告了 想会不会觉得大儿子跟大媳妇这样被挖出来 也很提亮报回去 我想他们就是没有对县长没有什么 对政长对本人没有什么好攻击的 就是一直在找问题要来攻击 我大儿子跟我媳妇他们两个人已经都在两个人 断钱一个月十几万的收入他们已经存了将近二十年了 这样子买一栋房子会有困难吗 还有贷款 所以各位你们不要把林明珍看得那么扁 他们为什么不讲我那栋房子有贷款一千五百万 他们怎么都不提啊 就是故意要造成抹黑的事实 要让我们年轻人讨厌林明珍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现在这样的抹黑已经意图使我不当选 我要提告 我请他去依法去请检调单位来调查 不要口莫红灰乱讲乱抹黑 请他去调查请检调单位来调查 我也希望检调单位主动来调查 请检调单位来调查